大家穿衣服的时候最怕听到什么评价呢 可能很多人都怕听到说 穿得很过时 看起来好老气啊 那到底什么是过时呢 其实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单品本身的锅 单品本身设计过时 我以前买那些特别土的衣服的时候 就安慰自己说时尚是个轮回 但实际上是我太天真了 因为本来就过时的衣服熬个几年 也不可能变时髦的 因为只有设计和谐合理 一段时间后才有可能变成潮流 而如果设计本身就不带开 等再久也是没办法变好看的 怎么看呢 第一个就是过度设计元素太多 正好有一位读者小李投稿了这件衣服 方林加泡泡袖 本来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 为什么看起来还是莫名有种过时的感觉呢 这件泡泡袖其实非常显壮 中间骨袖子长才支印 长度也比较奇怪 还做了明显的弧线收腰 模特肩宽胸平 穿得马数大才看不出来收腰 而且这件衣服下板有翘起的荷叶边 再配上碎花 泡泡袖 大扭扣等元素 太复杂了 这种过度设计的单品就很难拯救 不论什么时候 都是自带吐气过时感的 没什么翻身的机会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质感显廉价 你看有的90年代经典单品 现在看还是很时髦 每一件的质感都是很棒的 而廉价感的薄透衣物 就绝对不可能成为经典了 可能还穿不到第二年就变形起球 被岁月摧残的痕迹特别明显 然后前几年很流行这种小乡风外套 现在很多造型看 就是有点俗气了 部分也是因为 它们根本没有那种穿越岁月的优越质量 比如这组对比 左边是近几年图片 却看过去很廉价过时 右边是90年代的图了 现在即便一身照搬都还是很漂亮 第三个就是图案复杂 图案印花非常考验设计师的审美和判断力 只有极少数品牌标志性的印花 可以借着它品牌长久不衰的生命力 成为经典不过时的标签 但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印花 大多是工厂啊 或者品牌根据个人喜好啊 当即流行选的布料 对各种印花的细节缺少打磨 下一盘是我在英国顶级面料 Liberty上面找的 三套类似的配色 相比之下就精美了许多 而那些没有经过精心设计的复杂图案 过了半年就会容易显得过时 还有一些过时穿搭 问题其实出在搭配上 比较常见的第一个问题是过度女性化 还是以Windy的这套搭配来举例吧 其实里面每个单品都是小当当的 单独看也不错 但是组合在一起就有一种老套感 你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其实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超短裙 加黑丝加肩头靴 女性感太强 再加上它又有这个荷叶边啊 水钻就显得太甜腻了 那你换个裙子或者去掉黑丝会好一些 然后这张模特途的搭配方法是 去掉黑丝减少荷叶边 拉长裙摆缩小陆肤面积 这样子整体就耐看多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风格冲突的搭配 这里的风格冲突指的是 你拿特别娘的单品和特别慢的单品 直接去碰撞 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违和 容易有过失感 比如前些年流行的这种薄纱小短裙 加机车皮衣 现在看还不如干脆换成都叛逆一些的搭配 整体呢就是偏酷感一点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碎花长裙搭运动鞋 运动卫衣配短裙 真的太挑人了 那大家还想到哪些类似的冲击感搭配 可以在弹幕分享一下 然后日常就是尽量还是不要穿成娘慢冲击 真的很难穿好看 可以尝试娘慢平衡大法 之前我们的视频已经写得非常详细了 如果还没有看的话大家记得看哦 好第三个问题就是搭配元素过多 现在看真的感觉是精心打扮的土气 配饰其实是点睛之笔哦 多余的完全可以拿掉 你只留能够放在你自己风格的就好 然后叠穿呢就也选好每一层 因为胡乱叠穿很容易变得土气和过失 我想起之前李主任当程序员的时候 一到冬天就这样叠穿 然后朋友就笑说他好像村委主任 具体的叠穿技巧去年已经讲过了 那前阵子呢又出了一个实操的版本 还有对比示范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哦 最后一个大原因就是风格不适合了 有的单品虽然是当季的 但是合适的人穿会特别时尚 但不合适的人穿就会像过气了一样 第一种情况就是冷暖风格不适合自己 冷风格的女生穿很暖的单品 然后暖风格的女生呢又穿很冷的单品 就容易有过失感 比如今年夏天很火的这种魔术贴厚底凉鞋 风格其实比较休闲啊 个性冷感的 那暖感的女生一穿就容易显得很质朴 敦实 完全不是冷风格女生那种碰撞出来的世贸感 那反过来看哦 去年流行的杨超越是可爱少女蓬蓬裙 是乖巧可爱的暖风格 那冷感女生就很难挑战这种单品 会驾驭不了那种甜美感 第二种情况就是成熟度跨越太大 成熟装嫩 又太变老气 都会给人一种过失感 如果你是成熟比例的长相哦 身高骨架都很舒展 那如果穿过于又太活泼的单品 就有点像在穿你小时候过时的衣服一样 换成跟自己成熟度更匹配的单品 一下子就可以亮眼很多了 再比如又太加暖风格的女生 穿冷感的西装就会过于违和 显得太摆正而且又没有活力 好最后一种情况真的不能怪 你只能怪这个风格太挑人了 因为有的风格活起来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会没仔细考虑就跟风了 但其实有的风格是很难驾驭的 比如时不时就活起来的复古港风 其实我们之前也分析过 就是单品都比较简单基础 驾驭这种风格 最关键的其实是你的五官明艳度 还有一定的搭配能力 那你如果没有这种港风的大五官 妆容卷发 单纯靠这个单品很难串出感觉 还有极反主义也是 虽然看起来很华丽贵气 但是对气质的要求太高了 普通人穿容易变成油腻浮夸感 还是要慎重入手 好了 那今天聊的穿衣过时感 基本就是被这些因素影响的 一单品没选对 二搭配方式过时 三风格不适合 那大家还有什么类似的必坑性的 欢迎来评论区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下次想看什么话题呢 欢迎在评论区点名 那我们下次视频见了 拜拜 拜拜